刘诗诗运照曝光,霸气外露,终于换他来守护吴奇龙了。 刘诗诗属于嫁给了爱情的,两人结婚之后,话题一直是环绕住生子的。 现在刘诗诗的肚子终于有消息了,还是得到吴奇龙的亲口承认,这真是难得。 之前一位粉丝还说出了自己的愿望,就是希望刘诗诗和吴奇龙两人尽快生孩子。 吴奇龙破天荒地回答了,一堆,看来四爷要加把镜卡。 之前就问过刘诗诗后是不是怀孕了。 但是应该是由于香港的习俗,咋啊三个月前的孩子还是比较小气,不宜多提。 现在就传出刘诗诗已经怀孕数月了,看来还是真的卡。 一直以来都是吴奇龙宠爱刘诗诗,为护刘诗诗,但是这不仅仅只是他一个在付出。 但是刘诗诗也是很在乎吴奇龙的,不仅是秘密赴演唱会给吴奇龙惊喜,还为吴奇龙霸气回击记住。 刘诗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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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诗. 刘诗诗诗与韩国李中硕一起出席某鞋店的活动。 李中硕表示喜欢女性穿住金属系列的鞋子。 碰巧刘诗诗诗当时正穿了一对金铝鞋,他急大赞刘诗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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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诗. 但现实生活,我爱穿平底鞋 随后,一记者问刘诗诗,吴启龙算是高跟鞋还是平底鞋 刘诗诗则说,不要拿鞋子比喻吴启龙 很明显,刘诗诗不爱穿高跟鞋,只是说工作关系时常需要穿高跟鞋,意思是不得已才穿,这也挺符合诗诗的性情 从刘诗诗对高跟鞋平底鞋的喜好可以看出,她喜欢的是平底鞋 而对于记者的这个提问,她也完全可以顺势达到平底鞋,但是诗诗的反应让记者都尴尬了 大家都知道刘诗诗平常走路都是要风风火火的,这次竟要鼓起龙签柱走,看来还真的是怀孕了呢 很期待两个人的孩子,颜值一定是很高的 吴启龙一手拉住刘诗诗慢慢地往前走,刘诗诗就一直护照自己的肚子 刘诗诗和吴启龙结婚之后就一直忙拍戏 前不久更是多次传出诗诗怀孕的消息 参加完活动之后,刘诗诗在助理的陪同下离开 披上了一件黑色外套,助理小心搀扶助刘诗诗 身后还有一个助理帮忙踢住刘诗诗的裙子,担心踩到裙白摔倒 这么小心翼翼,难不成真的怀孕了吗